- 大家好,我是鹿蔣,謝謝大家今天也來看我的影片 那今天的影片是要帶大家去鼎鼎有名的淡路島玩耍 那淡路島呢,位於日本的兵庫縣 除了兵庫縣之外,有許多知名景點的大阪和神戶 也同樣在日本的關係地區 從關係機場經過大阪和神戶,在淡路島非常順路 大家安排行程的時候,可以這樣安排享受關係地區喔 島上的明石海峽大橋跟大明門橋,分別連接日本的本州跟四國 交通位置上非常非常的方便喔 那島上有非常豐富的自然美景,也還有很多美味食材 是一年四季都可以享受觀光的島嶼 那第一站,我們先帶大家來到關西空港 台灣大家來關西的時候,應該都是在關西空港降落吧 那我第一次來日本旅遊的時候呢,也受了關西空港非常非常多的照顧 所以這一次呢,又可以來到關西空港,真的非常的開心 那關西空港出來呢,徒步幾分鐘就可以到達租車的地方 標示也都有外語協助,非常的方便又友善外國人 如果來日本喜歡支架的大家,請一定不要錯過 只要在網路上事先預約,現場出示護照還有駕駛執照 就可以輕鬆租車、自駕旅遊 那我們就正式開始這次的淡路島之旅吧 好,那大家現在我們一來到我們第一站 是位於神戶的,Hajikobe Harbo Kitchen 神戶這個地方呢,有非常多很可愛的咖啡廳 還有雜貨店 而且我剛剛沿路看到他們的建築,都是歐風的超可愛 我們現在來的這家店,它店裡的氛圍也非常的可愛 就是女子會啊,會很適合約會的這種店 好期待,是我這次在關西的第一餐 我點的伊達利麵來了 我在日本呢,最喜歡吃的就是鹼肉貝水跟妹大口 所以聽到他們今天的pasta式鹼肉貝水都超開心的 我的神戶第一餐 它的麵吃起來有比較像是Namma pasta的感覺 是非常有彈力的 而且它醬汁就完全有依附在麵底上 很好吃耶 各位,我還另外點了一個水果茶 那他們另外這裡還有附芒果糖漿 好喝耶 整個身體都暖起來了 反正就是這種比較冷一點的天氣的時候 就要喝這樣熱熱的飲料 喝起來非常的清爽,又有水果的清香 甜點來了 甜點點點的是我最愛最愛最愛的Cardot Chocot 我昨天還吃 今天來這裡還是點了 大家不覺得巧克力就是一個非常非常誘人的東西嗎 真的是吃不膩耶 它的Cardot Chocot吃起來是比較紮實的 巧克力味也很濃,好吃 所以算吃超多的 哇!這裡有景色真的太美了 好誇張喔!第一次到淡路島就看到這麼美的景色 吃完飯,下一站我們來到HELLO KITTY SHOWBOX 來完成只有在淡路島才可以完成德漢HELLO KITTY的約會 那3D劇場餐廳的外觀設計是非常巨大的HELLO KITTY 有得到金氏世界紀錄最大卡通人物建築獎 那3D劇場餐廳裡面可以觀賞HELLO KITTY的秀 那內部裝潢是粉紅色為主色的夢幻華麗風 一進去就感覺自己置身於卡通世界超級可愛 那現場有提供各式各樣的餐點 讓客人可以邊享用餐點邊欣賞HELLO KITTY的表演 餐點的外觀都設計得非常用心 請大家記憶卡都要戴購,不然會拍爆喔 那HELLO KITTY的表演配合舞蹈、歌聲、樂器 不管大人、小孩都可以享受其中 那觀賞完還可以購買3DO的周邊商品 在於參觀HELLO KITTY的APPLE HOUSE HELLO KITTY的APPLE HOUSE是一個直徑長達14公尺的360度圓頂劇場 也是有拿到金氏世界紀錄的最大的蘋果造型建築物獎喔 我們現在進去蘋果裡面 哇!感覺是一個神秘世界 哇~~ 欸!很美耶!大家 好夢幻的世界喔 欸!超酷的大家!這完全是夢裡的世界好嗎? 然後搭配這整個建築物裡面的音樂 我覺得很感動耶 然後這個蘋果建築物的樓上有一個展望台 也可以走樓梯也可以坐電梯 當然要坐電梯囉 哇~~ 欸!不行了!真的是 大家有沒有看到剛才電梯門打開那一刷那有多夢幻 然後電梯裡面也都是HELLO KITTY的壁紙 大家這個地方我覺得你們必來 真的很有趣很好玩 看你們的電梯都可以這麼可愛 真的太誇張了 那現在呢我要來吃晚餐了 晚餐的呢要去一家溫泉旅館裡面的高級牛排餐廳 超期待 歐買一家溫泉旅館裡面的高級牛排餐廳 我們看這個肉的軟度 懂吃肉的人就知道 看它這個油脂的分布 這個肉一定是入口即化 鴨香肉沙拉的中間是要包著洋蔥一起吃 大家看這個洋蔥湯真的太罪惡了 那他們說這一道是他們跟法國的廚師學的 所以有一點法式的口味 這一次的旅行聞到沒有跟我一起來 真的太可惜了 我看它超好喝 它的洋蔥甜味呢已經完全化在湯裡面 這一道焗烤洋蔥湯非常厲害 大家來的話 請問一定要吃洋蔥湯 真的是入口即化 一放進嘴巴裡面洋蔥就會自己化開 它真的已經跟湯融為一體了 淡入島真的是洋蔥非常優美 所以這一次我就非常期待吃所有跟洋蔥有關的食物 好漂亮喔 閃閃發光 看這個油光 大家 這個肉 非常強 好好吃 超好吃 很軟 很嫩 咬下去 肉汁就會噴出來 然後油脂也分配得恰邦的好處 我真的拜託大家來單獨島 所以你們一定要來吃這個牛 跟我一樣愛吃肉的人 你們一定會感動到不行 我覺得雖然有點誇張 但是我真的吃到 就很感動耶 真的是非常有質感的肉 在看它烤之前看它油花都知道 一定非常好吃 只是又更超乎我的想像 覺得很厲害 大家我剛才吃的烤洋蔥 洋蔥超厲害 完全跟路邊那種燒肉店的洋蔥 完全不一樣 洋蔥超好吃的 很誇張耶 就想說 一個蔬菜 是能差多少 就真的有差喔 所以它的口感呢 非常的脆 然後非常非常的甜 真的會是洋蔥的盛產地耶 超好吃 台湾大概6次 6次也去過了嗎? 超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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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 超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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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 那我現在已經回到旅館 要跟大家說晚安 那明天的行程呢 有非常多吃洋蔥的行程 我超開心的 因為今天晚餐吃到洋蔥真的 太厲害 讓我整個覺得淡露島洋蔥 跟這個世界上其他四地方洋蔥 根本就不能比 那先跟大家說晚安囉 大家再見 掰掰 大家早安 今天已經是第二天了 那剛才一大早還沒有吃早餐 是因為我要來吃他們這裡非常非常有名的洋蔥漢堡 他們非常的特別 我很少吃這種洋蔥漢堡 那我點的是這個第一名的 淡露島洋蔥牛漢堡 還有其他非常多口味 所以大家可以看自己想要吃什麼 就自己來點 大家如果吃完鹹食 也可以吃冰淇淋 就吃一點甜品 大家看這是什麼度假勝地 真的太扯了 以前都知道淡露島很美 但是覺得比想像中還要更漂亮 然後請看眼前還有這一大片 汪洋大海 我點了一杯檸檬飲料 還有來淡露島必點的洋蔥圈 欸大家看他的洋蔥圈 果然這種盛產洋蔥的地方 這個洋蔥圈才是真材實料的齁 然後是他們這裡有名的 淡露島牛肉漢堡 它上面有牛筋 然後還有蔬菜塔塔醬 然後還有炸洋蔥 洋蔥是一整塊喔 天啊這太享受了 大家來淡露島 七美一定要來 怎麼這一次走的行程 都是要大家一定要來 非常非常的適合約會 我自己也去喔時光 來吃漢堡囉 今天的早餐吃得這麼豐盛 開動 大家看中間 它最下面那一層還有洋蔥絲 然後再搭配上面那個炸洋蔥 炸洋蔥的外皮被炸的超脆 然後裡面的洋蔥呢 非常非常的軟嫩 欸這個 很好吃欸 我其實呢是比起吃蔬菜更喜歡吃肉的人 但是它這個洋蔥 我覺得他們完全有當主角的資格 來享受 然後大家看這杯子超可愛的 它的圖案還有漢堡 跟洋蔥 那因為大家一般可能會覺得漢堡會比較油膩 可是因為它是洋蔥的關係 其實真的不會 吃起來身體是覺得沒有負擔的 那接下來吃看洋蔥圈 大家看到洋蔥圈一個這麼大 然後這麼粗 就連那個麵衣的口感 還有口味都跟裡面的洋蔥非常搭 而且這一次來蛋露島 大家真的很多點都要採欸 太棒了 覺得蛋露島還蠻適合養老的欸 我現在吃完飯發現他們這裡 竟然有洋蔥頭的假髮 太酷了 各位畫風一轉我已經變成洋蔥頭了 因為我是短頭髮的關係 帶起來完全無違和感 很好笑喔 大家看這上面這個洋蔥梗 天啊 直接變泳澤 那他們這裡面呢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設施 除了我剛才吃的漢堡之外 還有很多跟洋蔥有關很有趣的東西 根本就是洋蔥主題樂園 首先各位 洋蔥鋼琴 是不是很可愛 連眼前的這個畫面也全部都是洋蔥 然後是這個來這裡一定要拍的巨大洋蔥 它洋蔥本人真的超巨的 各位看 在那裡 那分洋蔥超大的 我人就是比利齒 天上的觀光客來這裡呢 都一定會帶這個頭 就是跟這個洋蔥拍照 非常的搭 現在呢 我們來到是他們裡面的洋蔥抓娃娃機 這音樂很動感耶 欸 抓到抓到 抓到 抓到了 那這裡只要抓娃娃機 抓到一個洋蔥呢 就可以拿到潮風洋蔥1.2公斤 這次謝謝淡路島 聞到一定會很開心 我為家裡省錢 大家看我這個頭 跟洋蔥多大 快笑死了 下一站我們前往的也是淡路島的知名景點 迷門窩潮 乘坐游輪 靠近大迷門橋時 可以看到隨著迷門海峽的潮汐漫 而產生了自然景觀 窩潮 那迷門窩潮也被稱為是世界三大窩潮之一喔 雖然在日本很多地方都搭船旅行過 但是是第一次看過潮 漩渦狀的海流 跟激烈的海浪聲 還有海風吹過點的觸感 海上天有的氣味 武感都非常的衝擊 我覺得這個還蠻讓人印象深刻的 另外上船和下船的時候 工作人員也都會對著乘客揮手 真的非常的可愛 哈囉大家 那現在我們已經來到住宿的飯店 那這一家飯店非常非常特別的是 他們可以在這裡釣魚 那釣到的魚飯店會幫我們料理 做成我們今天的晚餐中的其中一道 那釣到的魚可以選擇 你要用炸的來吃生魚片 還是用煮的各種方式都可以 因為以前都是文丹幫我釣的 希望文丹不在 我也可以釣到魚 讓我的晚餐加菜 我釣到了 歷經千辛萬苦 終於釣到一隻小魚了 嗨 我現在已經回到房間換完浴衣了 浴衣很可愛 我很喜歡他們這家的配色 那等一下我們要在房間吃晚餐 還有吃今天釣到魚 超期待 我的晚餐來了 超浮誇 國務竟然是壽喜燒 是我最愛的壽喜燒 乾杯 這次吃了超多洋蔥 完全還沒吃膩 大陸島的洋蔥為什麼可以這麼好吃啊 來吃生魚片了 嗯 海陸都很厲害 大陸島 太幸福 昨天吃燒肉 今天就要吃壽喜鍋 喔大家的壽喜燒牛太好吃了 昨天吃的牛排 比較像是在吃肉的原味 那這個壽喜燒酸彈鍋 比較是在吃它的層次 還有那個肉依附湯汁 那個絕妙的感覺 啊真的好好吃 我好幸福 哎呀 各位看看我眼前的這個畫面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嗎 沒錯 這個就是我剛才釣到的魚 那這次我釣魚呢 我請他們做成炸魚 還有生魚片 這麼會是他們飯店調理的 吃起來好清爽 這隻小魚就是我剛才努力一個小時的成果 我覺得大陸來大陸島真的可以住這家Hotel 因為真的跟一般的飯店完全不一樣 他們有自己的釣魚場 而且他們這裡又可以用非常便宜的價格 幫我們料理魚 又可以選擇那麼多的調理方式 他們飯店晚餐本身又非常豐富了 但是另外加上這些自己剛才釣到魚做成的料理 真的是感受完全不一樣 我自己覺得是在其他溫泉女館 那沒辦法體驗到的體驗 那我今天吃完晚餐之後呢 就泡個澡 睡覺迎接明天的最後一天 大家午安來大陸島 真的是把我的行程跟著走一遍就好了 一天玩得很開心 那我們就晚安 明天見 掰掰 大家早安今天第三天最後一天 那現在給大家看一下我的房間景色 因為昨天比較晚沒有給大家看到 登登 我們這次住的是海景房 每次都會被大自然的美乘看到 最後一天行程安排的比較少 首先我們先來體驗製作箱 其實淡路島由於受到西風的影響 擁有良好的氣候跟土地的關係 也是日本現鄉的最大產地 在日本全國製造占比更是高達70%喔 那我這次體驗做的箱 除了非常的簡單好上手之外 也可以利用模型做出自己喜歡的形狀 再用竹籤做出自己的特色 成為很不一樣的土產可以帶回家 很推薦大家旅遊的時候也可以安排進去喔 我們今天吃午餐的地方呢 是在一家非常非常可愛的海洋餐廳 真的是很有那種海島度假氣氛的感覺齁 好那我們在淡路島三天兩夜就正式結束了 不知道大家對哪個景點印象最深刻 我自己的話其實是對第一天晚上的晚餐印象最深刻 因為真的是嚇一跳 淡路牛太好吃 洋蔥印象也很深刻 對這三天我們就實際是帶大家吃淡路牛跟淡路洋蔥 淡路島的洋蔥真的跟其他地方的洋蔥完全不一樣 是洋蔥界的天花板 我真的有嚇到 所以大家之後來觀西的時候 不只是大阪京都這些地方 也可以來玩看淡路島 因為它的交通其實也蠻方便的 那謝謝大家看今天這支影片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